大家好,我是青银小卓 历秋后虽然高温还在摄氏30度以上 但相比7月感觉好了点 8月的天气有了些秋高气爽的感觉 我这里是亚热带,属于植物耐寒9A地区 山桃草在8月复花了 虽然不如5月茁壮,但8月的山桃草状态也不错 我喜欢白色和粉色搭配栽种的山桃草 山桃草在亚热带地区表现良好 枫树在我这里表现也很不错 在亚热带春夏秋长绿 枫具有特殊形状的叶子 它生长缓慢,这点在小花园中反倒是优点 毕竟太高大的桥木或灌木在家庭花园中会有些负担 我清理了一小块地 把小枫树和一品红等栽种了 还有我播种的林荫树微草和其他一些素根花卉 我也牵插了些墨西哥树微草等 多年生草本植物应该作为花园中的基础和主要花卉 它们开花性好,花期长久 维护也是最省心的 这些都是为明年准备的 这块绿化播种的原来是百日草 六月份我来过这里 当时不知道它们播种的是什么花卉 现在这种矮杆百日草确实很不错 但太多同种花卉堆砌也有些枯燥 看着地很干了 地再草本花卉确实省心省力 这磕藤彩虹还没恢复过来呀 我在七月也来过这里 拍摄了当时的月季 当时连续下了二十多天的雨 月季状态比较差 这三个棒棒糖三角栽种 没有标牌不知道是什么品种 它的整体状态不错 西南边的一棵长得最好 分支比其他两棵更多 花量也大一些 因为这棵光照最充足 这一大片粉扇花开了不少 绿花袋和公园会把相同品种 大面积密集栽种 它们的色彩搭配还是OK的 把各种色彩一股脑的堆砌在一起 是最坏的情况 花园中的色彩搭配和人的服饰搭配一样 不同搭配会呈现迥异的结果